那當然我必須要同時錄音又錄音 來這裡是比較複雜一點來這邊動作就多很多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 資料都有了Ctrl向下變成他只有756笔 剛剛62好像少了6笔 6笔就是那個剛好那個藍位把它砍掉了OK 算一算大概OK 那只是說這個資料呢當然他你看他一定是藍位式的 所以第一個以後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 的話 第一件事一定要是一個資料的正規化那是為了正規化啦反正你基本觀念就是要長得很像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第一個當然裡面不能有什麼 不能有那個 像那個什麼合併儲存格 那這邊叫跨欄之中不要那個比如說像有的人喜歡什麼 這邊全部是市東那就一個市東全部化那不行 那個資料絕對不能用 就是盡量啦這個資料 就是符合正規化的資料 第二個的話你就直接插入這個樞紐分析表 那比如說上上次我們是分析什麼你如果要分析哪一個市場你就把主要的 放在列 吃藥的吃藥的是分析他的品名 也許是哪一個蔬菜 那裡面會跑很多你要分析他的價格就把價格放在紙裡面 然後呢你就直接在這個地方做篩選 篩選的話你就是比如說你要找什麼 哪個價格 比如說像我們上禮拜是青蔥 或者是什麼胡瓜等等的 像這個什麼 茂骨乾是不是 或香蕉 等等的 等等 這個應該價格會差異蠻大 每個季節 那你會發現好像也不是每個市場都有 也只有這三個市場 可以看到有這個茂骨乾 那其他的話可能比較大宗的 有季節性的 那也許我們就找一個 像蒜頭好了我看一下蒜頭 蒜頭會不會 差異比較大 蒜頭怎麼價差也非常的大 那再來的話呢當然 底下呢他出現的是 值的部分的預設如果是數字呢一定會是用加種 對不對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希望所有年度每天的平均值的話 那你可以用平均值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一定要調整 因為如果你不會調整的話 值的欄位設定這邊一定要調整 如果你沒有設定的話 那結果一定會出錯 那你把它按確定之後的話 最後呢在懂得什麼 把它做排序 排序的話就資料裡面 看你要由高到低還是由低到高 那如果我希望低的在上面高的在下面的話那就 A到自己排序 最後當然你還可以知道什麼把這邊的那個什麼 小數點移除的話就切回到常用 把它的那個小數點移除掉 整數出現 總計如果不要的話你按右鍵這邊要移除總計 這邊總計就不出現了 OK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全年度的話 每天的平均價格 當然最低就是 環南市場 OK但是呢假設啦 如果你今天呢 希望 再針對環南市場的價格 再做一次分析的話 就是再分析喔 那很簡單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在環南市場的 價格上方 快點兩下 他就會 又再幫你跳出一個新的工作表 放在前面 讓你在針對環南市場 再做分析 所以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 他就把 環南市場所有的 蒜頭價格 的 這個金額幫你列出來了 OK所以你可以 再分析 那如果你要再分析的話呢 還可以 再插入一次 針對這個環南市場 再做樞紐分析表 OK 那就再分析按確定 確定的話又可以再分析啊 比如說當然你這個 假設想要分析他的價格 品名的話一定是固定的 那價格的話 平均價格假設你拖拉過來 總Total 這個是平均價格 平均價格的話 這是加總 所以你把這個 再改為平均好了 所以Total的平均價格 就是 全年度喔 就是落在 51.67 這個價格 那當然呢 如果我想分析的是跟 日期哪 哪個時候便宜 哪時候貴的話 那你可以把日期 拖拉到列 有沒有 他就跟你講 哇 為什麼有七八月 好像只有七八月會到貨 其他的時間都沒有到貨 所以 可見得啦 如果你是要環南市場買的話 那就只有七八月 可以買到這樣的 這樣的價格 至於其他日期的話 你可以再找其他的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市場 反正這個可以再 再去 那至於其他的 比如說西湖好了 西湖點開來 西湖就出來了 你可以再針對西湖的部分呢 再去做統計分析 如果西湖的話 日期看一下 西湖就有其他的月份 然後他的什麼 平均單價的話 你可以再把 價錢 放到這邊來 預設他是加總 所以記得 再把它改成平均 每個月的平均價格 那你可以看到 他有一些波動 比如說他 7月份是最便宜的 那8到12月份平均都是95塊錢 OK 所以其實 當然如果你要大宗買的話 當然選對月份 選對市場 有沒有 這樣相對的決策也會比較 容易啦 OK 不然有時候說真的 你要做個決定的話 在Data這麼多 怎麼知道 該怎麼做決定 去哪邊買最便宜 對不對 常常我們會 有 在做決策的時候 一定會很糾葛 到底哪個 哪個地方買最便宜 我買這個東西 最便宜是不是最好 對不對 有時候最便宜 不見得是最好 因為便宜可能 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貨不好 之類的問題 那當然你要做決定 你勢必 就需要什麼 利用一些工具 來幫我們完成 這些事情 所以我剛剛講過啦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剛剛的這個 樞紐分析的工具 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的話 當然除了樞紐分析 表之外 還有樞紐分析的 圖啦 你也可以結合圖 讓它更圖像的話 可以比較清楚表現出 你要表現的結果 大概是這樣子 那至於細節的話 請各位就自行再去演練吧 其他的話 當然我底下有提到 甚至你可以結合 VBA 像剛剛的那個 我要把 裡面內部的 每一個 這個資料 顯示出來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方法 跟著你講 它就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名稱叫 Show Detail 等於True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假設 全部的市場的全部的資料 一次全部都幫我 把它 的話 那你就跑個回圈 後面呢 針對哪一個出 後面 Range B欄的哪一個 然後呢 Show Detail 它就可以大量都幫你產生了 OK 那這個部分 上個也被我提到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關那個 這個 金融相關資料的資料下載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是從那個 政府機關 就是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找到 所以底下有個連結 或者你也可以搜尋一下開放資料 找到政府機關 那全部 我是怎麼找到 在 開放平台裡面 就是data www.gov.tw 的全部資料 全部資料集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它總共有多少個 現在已經有47000多種了 距離上次好像記得是46000多種吧 那又增加了大概 快1000種了 OK 其實增加的速度還蠻快的 那我是找那個 它這邊有一個類別 它這邊有一個是根據服務項目 提供什麼 提供的是投資理財 那總共的話 它提供了有1117種 OK 當然還有其他的啦 如果你對於其他有興趣的話 包含什麼 其實這些都還蠻重要的 購屋 跟買房子有關的 就醫 休閒旅遊 如果你想要出去玩 這邊還有900多種 他應該會介紹說 去哪邊玩 是不是 經典的 這個 收集等等 OK 那我從這邊的投資理財裡面 1000多種裡面 當然你要怎麼挑選哪些是 你要的啦 所以我說不知道哪個是最 重要的 那我就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直接在排序方式裡面 我就找到那個瀏覽次數最多的 那就表示說什麼 大家 最常看到的資料 就是 應該理論上 應該就是 這個什麼 相對的啦 也是大家最需要的 那看到呢最多就是什麼 盤後資訊 的什麼 個股 日成交期資訊 每天的 OK 那這個資料來源是從那個 這個什麼 證券交易所 然後呢 它裡面的話 我們把它點擊進來了 裡面的話呢總共就要提供了這麼多欄位名稱 總共的話呢 就是 10個欄位名稱 從那個證券的代號 名稱一直到 成交的比數 成交的量都有 成交的股數 成交金額 開盤到縮盤 還有漲跌的價格 這些訊息都有 OK 那 我們如果說要把它下載下來的話當然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啦 最 原始的 你什麼都不會的話你可以點什麼 下載CSV 它這邊有一個下載CSV 那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開了 我在資料者中顯示 剛剛有下載過了 那你會發現它是CSV嘛 那點兩下打開 可是你會發現 有一個 蠻大的問題 開啟之後的話 那就會是亂碼 那為什麼是亂碼 其實最大的原因 我之前有跟各位 講過就是說 基本上呢 會亂碼的主要原因 就是 主要應該跟微軟跟非微軟 這裡有蠻大的關係 因為微軟他就是一直堅持 他就是要用 這個所謂的 BIG5 有沒有 就剛剛那個Pattern Phone 我們是用多少 Pattern Phone 我們用950嘛 對不對 那Python裡面是用 Python裡面叫CP950 反正就是 指的是同樣東西 那 另外的陣營呢 他就用UTL8 就用unicode OK 那就是跟 微軟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假設你希望讓他變 不要是亂碼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要開啟之前 下載這邊 你就直接 如果你不用任何程式來完成的話 你就直接按右鍵編輯 右鍵編輯或者是說你右鍵開啟的方式 把它用記事本開 都可以 編輯也是記事本 那再來第二步的話就是把它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的話呢把它轉碼 轉成什麼呢 編碼方式呢 你只要把它轉成ANSI 其實這樣就OK了 就是如果你有亂碼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 UTF8 就剛剛講的就是轉換成ANSI 的編碼方式 那 ANSI其實就是指的950 UTF8 就是65001 OK 所以理論上 大概9成以上 只要是亂碼 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做 轉換 只是說呢 如果你每一次都還要把它打開 然後再另存 那不是很麻煩 那如果假設用程式來完成的話 所以我就直接 剛剛匯到 我就不用 我就開一個 這個 Excel 然後呢 我就寫一個 程式 直接就下載到Excel 我也不用去轉碼了 那怎麼做啊 其實大概跟各位講如果你不透過 計事本來轉的話 記得把這個改一下 儲存 4 這樣子 然後把它關閉 再打開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時候呢 就不會是亂碼了 那你把欄寬 選起來 A到J欄 快點兩下 這讓他 欄寬 就自動調整一下 OK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抓到 我們的 那個 這個 這個資料 另外的話呢 他上面 其實你會發現 他的那個 那個這個檔案名稱 也有一點玄機 他上面還有日期 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 假設你要抓哪一天的那個 日成交行情的 資料的話 那是不是說 是不是他以後這個檔名是不是可以自己在抓歷史資料 自己往前回溯 往後回溯 但是你可能要寫一個 批次 然後自動全部抓下來 我是這樣猜想啦 如果是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每天 你就是把每天的日期產生 然後丟一個變數過來 那就抓哪一天哪一天 比如2020年的 整年度的 這個什麼呢 日成交行 那當然可能要避開6日吧 禮拜六禮拜天應該沒有成交 的那個資料 所以 這個地方 應該啦 再想想看 如果是的話呢 有些資料呢 就可以很容易產生 OK 那所以第1個 那如果第2個的話呢 假設啦 我們把它關掉 可是問題來了 那你如果這樣方式來做的話 那勢必呢 你每天都要再一次 再另存 他問題來了 那你 你怎麼 老師那為什麼他這個不 不存成那個 ANSi 就好了 沒辦法 不然你 你有個方法 要不然就是 寫一封信跟他講 可不可以幫我存成 那他 不知道會不會理你 不知道 或者你這邊可以 可以留言一下 那如果 他那邊沒辦法修改的話 那變成我們要 自己幫他改 那怎麼改 所以首先的話 如果我今天 不是用下載 而是希望呢 能夠在Excel裡面 我新增一個空白的好了 假設我們 另外再建一個空白的活躍部 Excel 那如果我希望呢 把剛剛的資料 直接就幫我下載到這裡 不用說透過什麼 點一下下載 然後再把它改成 ANSi 然後再開啟的話 直接就在這邊做的話 要怎麼做 其實也非常簡單 1 1 請你開發人員 2 Visual Basic 那這是剛剛的啦 你把剛剛的關掉好了 那我們新的這個活躍部的名稱 叫做活躍部2 這個 當然你如果要 你可以把這個先存檔 也可以 那目前的名稱在這個 OK 確定一下 這個 他的對應的VBA專案在這裡 那第一個當然我需要一個模組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有個模組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因為之前 我們有寫過 類似的東西 所以 聰明的 你就可以 怎麼樣呢 直接拿 我把那個 第一個單元 往上拉 之前好像有寫過那個什麼 下載的部分 下載 其實這邊有下載 過的資料 比如說我可以拿 之前的那個來做範本 在這裡 公有零售市場 零售市場 這個是 複雜 這個錄製版 然後呢有個精簡版 所以在第九頁的地方 第九頁的地方 這一段好了 你就把這一段拿來就可以了 那裡面就包含什麼 先清掉裡面資料 再下載裡面的資料 你把他 Ctrl C Ctrl C之後的話 拿貼上來 那在名稱的話 把他改一下 這個叫什麼 給他一個 叫做個股 日成交資訊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OK 然後呢把這個 Sub名稱 改一下 第一個 名稱 不能一樣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網址 那網址的部分的話呢 他就是在哪裡呢 應該可以看得到 在Tex 後面這邊 這個就是他的https 一直到後面這裡 然後把這一段 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個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怎麼取得呢 記得按右鍵 還記得吧 右鍵呢 複製連結網址 就把它複製起來就OK了 把它複製下來貼到剛剛那個位置 這樣子的話基本上 我們 基本上就應該 差不多了 把它 貼過來 貼到哪裡貼到這裡 記得不要選錯 從那個 分號的後面一直到雙0號的前面 這一串喔 你可以delete掉 OK然後再貼上就可以了 就這一串 相對比較短一點點 然後 再來的話 放在哪裡 放在range 1 然後 要哪一些欄 其實這一行 Array這個其實我覺得 我印象中是可以覺得把這個應該可以刪掉 因為它這邊總共有 5個1表示5個欄位 可是這邊有10個欄位 那會造成說乾脆這一行 參數不要 這把它delete掉 就留下什麼 pattern form 跟那個什麼common 這common就逗點 要不要把它切割的意思 要 OK然後呢 要不要把它refresh 就是從網路上更新 在背後查詢呢 OK 背後 其實你現在也可以把它改成觸 它好像就不會顯示那個 視窗 好 那基本上這樣就改得差不多了 可是喔如果你現在現在這樣的執行 把它執行看看 基本上主要是 貼上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改一下 其他的話 如果不改的話 執行 你會發現資料 就會下載 下來了 但是呢 下載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亂碼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亂碼的問題解決 怎麼做呢 知道怎麼做嗎 亂碼 怎麼改 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有沒有 剛剛不是講那個什麼 pattern form 就是他編碼方式 如果你是950的話 那一定會錯 那怎麼辦呢 改多少 65001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反正不外乎950 就是 ANSI 或者叫 Big5 那不外乎就是 65001 那就是 UT8 因為我用區大概是兩個而已啦 OK 所以其他數字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好啊再把它重新再整理一下 重新執行一下 OK OK 有沒有發現 資料呢 就 完成了 沒有問題 就幫我下載下來了 OK 那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 我們剛剛下載網路資料的方法 除了說手動的方法之外 那 我們 可以在這個地方 用之前錄製的 方式 來 抓這個 這個資料 那 OK 就把資料給抓下來了 那其他大概就只有改 這個地方 這個Pattern Phone 然後其他大概就不改 就可以把資料順利的抓取下來 OK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個股的資料部分 怎麼去抓取 那當然呢 除了這些之外 你也可以 再去抓取 試試看 那這個是 瀏覽次數排 第一的 瀏覽次數最低 最高的 然後其次的話 還有這些 或者你也可以試試看 其他的資料好像也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他下載下來打開是亂碼 那一樣記得把它改成65001 應該就是OK的 當然呢 這個從網路上爬資料好處 就是說 我們 爬取的話 以前人工作業只能 一次只能下載一個 但是如果你電腦執行的話 你可以 同時下載多個都沒問題 OK 時間甚至可以設定一個像鬧鐘功能 時間到再去下載 下載完自動幫我存檔 而且存檔甚至還不是說只能存在Excel 你甚至還可以存在資料庫 有沒有自動幫我把它丟到某個資料庫 然後呢 給 所有公司的人去使用這資料 變成你就是一個 自動 自動化的 不用再以一個 有人 去每天去維護 那個動作 用人工 不用啦 你就是用程式 就可以自動幫我完成這個東西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再看看有沒有辦法 其他的 這相關的資料有沒有辦法再做一些 抓取的變化 這個部分請各位再試著練習看看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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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